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 预言 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在六千多万年前吧 还是在恐龙时代 一只老虎长出了翅膀 当然 比老虎不是次老虎 长出翅膀的不是大型猫科哺乳动物 而是一种卵生的食肉动物 森牙利爪 奔跑如飞 会游泳 还能上树 堪称寿中之王 这家伙其实也属恐龙的一种 为了标识方便 我们称之为恐虎 又因为恐虎是极古老的虎 便简称为老虎 老虎以种恐龙为食 吃起来不必同门同种 这与如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是一样的 人们以同属哺乳动物的猪牛羊 为家常便饭 顺便食也吃远 猴 猩猩和肺肺 人身的各部位 也列于或神秘或暗藏的食谱之中 不过 与如今的哺乳动物 喜欢吃卵生动物不同 卵生的恐虎并不吃哺乳动物 这倒不是因为忌口 当时的哺乳动物个头实在太小了 比如今的老鼠还小 还不够老虎色牙缝的 这些小东西钻在地下不好逮 逮起来 自身热量消耗过大 得不偿失 这道理 这道理与人类不去捉跳蚤和臭虫吃是一样的 长话短说 有一天 一只母虎孵出来一只小虎 其肩部有两只肉牙 这稍微有点怪 但也不太怪 就好像如今某个人多长了两个手指一样 大家心鲜一阵便习惯了 没想到 这小虎肩部的肉牙 渐渐发育为肉翼 展翅飞翔时 一展十余米 如同飞机一般 而且还是有垂直起降功能的飞机 只削凌空一跃 再珊瑚两下翅膀 一虎就升空了 一虎比寻常老虎多了飞翔的本事 便在捕食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能 恐牛恐羊恐鹿等等 捕捉起来 直如探囊取物 就连平时不大敢招惹的恐狮恐熊 恐兮恐象 照样如人吃白鼠一样 就来便吃 一虎横空出世 简直扭打发了 这只一虎是男的 小时候 姑娘们笑话他丑 都不爱打理他 待到一虎的才华漫天横溢时 姑娘们迅速改变了审美观 纷纷认为他漂亮极了 帅呆了 酷毙了 每当一虎大雕般的降落 地面的姑娘便肩叫着晕倒一片 醒着的则哇塞哇塞的感叹着涌上前去 争着比着对他好 那些无异熊虎看得醋意大起 未婚的就生出打光棍的危机感 已婚的则生出离婚的危机感 迟钝者也难免感到第三者插足的危机 众熊虎有意加害一虎 但是也明白打不过他 打群架又追不上他 偷袭导游可能得手 奈何姑娘们组成了一虎卫队 离三层外三层地保卫着憨睡的一虎 忠心耿耿 只求轮上自己侍起一回 或增加几分被灵性的机会 无异之虎见此 只好绝了望 转而在模仿一虎方面动心思 用各种办法伪造肉意 假装成一虎的样子 流行时髦于事一变 可惜模仿的难度颇大 动辄露线 被姑娘们当突驴一般嘲笑 一虎的基因是显性的 用术语说 当无异基因遭遇 有异基因时 无异基因不能表达出 自己的遗传性状 这就意味着一虎的 所有后代都有翅膀 一虎的男女后代的后代 无论其配偶有没有翅膀 也会以一半的概率生出翅膀 在姑娘们的怂恿和鼓励下 一虎的性能力 获得了超长发挥 不久就子孙满天下了 至于这个不久 究竟是多久 由于年代久远 考证困难 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大致估计 以一年一百个后代季 一虎在二十年的生育期里 直接后代就达两千 这两千个后代中的 一半是男性 并且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 繁殖两千 仅此一条途径 三四十年间 就繁衍子孙百余万 以显性基因的遗传方式计算 一虎的子孙 不用一个世纪的时间 就将超过百亿 当然 这只是一个假定数字 假定原来虎口基数已经很大 因此 姑娘们足够多 食品也供得上 实际上 短期问题是没有那么多姑娘 长时段的问题 则是没有那么多食物 我们不去做讨厌的算术题了 总之 不过一两个世纪 一虎就成了地球上最大最成功的物种 这个估计是绝对不会错的 对男性一虎来说 那可真是美好的黄金时代啊 地球上所有体积够大的动物 都成了手到勤来的方便食品 一天到晚要吃有吃 要日有日 日子过得要杂美有杂美 然而 好景不长 食品危机出人意料地降临了 最初 食品危机表现为大型草食恐龙越来越少 草食恐龙 及那些恐牛恐羊恐鹿们 本来是一虎最喜欢吃的方便食品 肉多 骨头少 容易抓 味道也比较习惯 但是一虎繁殖的实在太快了 草食恐龙无论如何努力生长繁殖 也赶不上一虎消费规模的高速扩张 随着草食恐龙的减少 为了得到同样的一口肉 一虎的飞行搜索时间逐步延长 半倍 一倍 两倍 三倍 稍后 食品危机进一步深化 一虎意识到 其他肉食恐龙在与它们争抢食物 非常厌恶 于是就开始吃它们 吃多了 便吃顺了嘴 吃出了味道 渐渐喜欢上了 于是就有更多的一虎 宁肯多费一点时间 多添一点麻烦 也要抓几只恐食恐狼吃 这些一虎得风气之先 随后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扩展食谱运动 既增加了营养源 又维护了对草食恐龙的消费垄断 一虎的食品危机 因而得到暂时的缓解 与此同时 一虎们也发起了自我控制运动 他们号召计划生育 反对大吃大喝 还制定了惩罚措施 惩罚措施是大家举掌通过的 这样符合一虎的物种利益和长远利益 麻烦在于 个体利益不同于集体利益 集体利益又不同于物种利益 个体一虎和形形色色的小集团 发明了层出不穷的对策逃避监管 他们偷着生 逃着生 买着生 大吃大喝更是防不胜防 那么领导干部 为什么不进一步加强管理力度呢 因为他们是一虎中最聪明的分子 只消闪念一算 就得出认真管理 不如被收买核算的正确结论 于是很乐意被收买过去 主动申请被收买过去 甚至逼迫群众过来收买 结果 自我控制运动并没有像领导干部 公开宣传的那样 取得伟大的胜利 直接了当地说 就是彻底失败了 再往后 一虎实在太聪明 太伟大了 地球上的大型动物 竟被他们吃绝了种 食品危机便全面爆发了 这时候一虎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改吃草 许多一虎咬着牙皱着没事了事 奈何吃惯了肉 肠子的长度不足 意识又难以进化出足够的长度来 吃下去的草变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 吃什么拉什么 试验未能成功 另外一种选择 则是吃地球上唯一的大型动物 也就是一虎自己 被逼无奈 一虎们开始自相残杀 进而发展为大兵团作战 战败者的下场 一概为胭脂食品 因而这场战争中 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 那是地球上空最初的空战 哺乳动物的那些乒乓球大小的祖先们 蹲在自己家的洞口 目睹了这些庞然大物的空中厮杀 血雨腥风 怒吼惨好 不过十余年间 地球上就剩下了最后一只一虎 他吃完了自己的孩子 高高地在天空中飞翔 看着下面郁郁葱葱的大地 在树林和草原中寻找着食物 他看不见任何食物 老鼠们还要用上千万年的时间 才能净化出他看得上眼的大型哺乳动物 而他的寿命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他飞呀飞呀 向天际飞去 远远地融入了苍茫 六千万年后 地球上最伟大的哺乳动物 提出了一个问题 恐龙为什么突然灭绝了 我们不必理睬这个复杂问题 只管回答一开始就提出的 童话般简单的问题 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 参考答案是 老虎自己很想长 也长出来过 但是造化容不下这种 打破均衡的厉害东西 已经长出来的 地球无力支撑它们的生存和发展 只好绝了种 能够活下去的 都是比较安分守己的 地球和其他物种撑得住的 2001年3月25日